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的杀青照,跟小姐妹做填砍拍照,一个比一个年轻漂亮。 可能现在很多人都是会看一些电视剧或者是电影, 而且在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有一些角色感觉就是比较吸引大家的眼球, 所以大家就会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身上,特别是一个演员的演技要特别好, 那么就更加容易吸引大家的注意。 这一次赵丽颖晒出杀青照片,她跟小姐妹坐在填砍上面拍照, 感觉一个比一个还要更加的年轻漂亮。 虽然说赵丽颖现在已经生了一个小孩,但是整个人的气质还是挺不错的。 赵丽颖晒杀青照片,跟小姐妹坐在填砍上面拍照, 感觉一个比一个还要更加的年轻漂亮一些。 这次看到他们的合照,而且是坐在填砍上面, 感觉整个人的动作就显得比较的接得气, 但是真的一个比一个还要更加的年轻漂亮。 这次面对镜头,她整个人笑得特别的开心, 而且她的气色显得也是比较的红润, 可以看到脸上几乎没有什么皱纹, 就是眼睛下面的眼带可能稍微有一点明显。 不过看起来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 头发的颜色还是黑色的, 但是头发稍微弄了一点弧度, 所以就显得整个人比较有女性的魅力, 而且这个时候面对镜头, 并且采用的是原相机的镜头, 所以感觉整体拍出来的效果就会让大家觉得更加的真实。 头发稍微固定了一下, 而且可以看到这次头发稍微带了一点颜色, 显得整个人就比较的时髦和大气, 身上穿的是一条白色的裙子。 这条裙子选择的是收腰的设计, 所以显得整个人的腰看起来就比较苗条。 这次出席活动, 他身上穿的是一条裙子, 可能就会显得比较的成熟一点颜色, 可能会显得比较熟暗沉, 选择的是条纹的设计, 不过这条裙子的长度实在是太短了一些, 所以下面直接配了一条黑色的超短裤, 把自己的头发扎起来弄成了一个高马尾, 这样的造型显得整个人, 确实比较有年轻的活力, 而且他上半身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衬衫, 下面配的是一条黑色的裙子, 这条裙子的长度也是比较短的那一种。 但是下面的腿看起来挺苗条的。 赵丽颖新剧。 野蛮生长。 顺利杀青, 能否成为下一步爆款。 今年可谓是赵丽颖演艺生涯中最关键的一年, 今年是他生完孩子之后的复初年, 凭借一部。 谁是凶手。 成功复出, 虽然这部剧的口碑一般, 但赵丽颖的演技获得了广大网友的称赞。 其实赵丽颖的转型之路很清晰, 当初她在。 花千古。 珊珊来了。 等剧中的形象都是甜美可爱, 给人一种傻乎乎的感觉, 后来一部由郑武阳光出品的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使观众们 真正认可了赵丽颖的演技, 让赵丽颖这个名字在观众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赵丽颖将带来一部 以商战为题材的电视剧《野蛮生长》。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赵丽颖饰演的 是许半夏一开始只是一个收费铁的小姑娘, 后来一步步地干到了开工厂, 在成长路上历经了很多磨难, 许多个日日夜夜许半夏都只能将生活的苦自己消化。 在钢铁市场这么一个对女性极其不友好的领域内, 许半夏硬是凭借自己敏锐的商业嗅觉 在钢铁市场站稳脚跟。 许半夏这个角色并不好演绎, 她有毅力,有勇气,有想法, 这些特质正好和赵丽颖身上的某些特质很相似, 赵丽颖率真的性格, 坚韧不拔的品质和仔细的态度成就了今天的她。 在《野蛮生长》官方发出的宣传照中, 赵丽颖身穿黑色的那子大衣, 打着一把黑色雨伞, 她的红唇和带有希望的眼神 在这样一个消极的氛围中, 显得她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气质。 值得一提的是, 《野蛮生长》这部剧是由作家安奈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 安奈作为一名财经方面的作家, 她的拿手技能就是将商战的剧本写的既遵循现实逻辑, 又写得很吸引人, 之前口碑很好的。 大江大河。 正是出自她手。 其实这类以女性为商战核心的剧并不好拍摄, 例如孙丽主演的《那年花开月正元》, 首先孙丽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是这部剧的剧本还是不错的, 但依旧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毕竟要将女性的聪明才智和商战中的狡猾奸诈衔接的很自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现如今这部《野蛮生长》终于顺利杀青了, 早在筹划的阶段就传出过这部剧在演员选择方面是极其挑剔, 好不容易敲定了演员, 终于开始了拍摄, 目前也是在一众网友的关心之下顺利杀青, 真的是令人期待啊, 那么这部赵丽颖的新剧你期待吗? 赵丽颖新剧《野蛮生长》杀青 草根励志逆袭, 北上座拥千万豪宅 近日, 赵丽颖的新剧《野蛮生长》杀青 她也发布了一段杀青花絮 穿着皮大衣在雪地中的银宝看起来十分开心 该剧讲述的是草根女主创业成长的故事 其实也十分符合赵丽颖的成名历程 从小镇女孩一路走到85花的她也是十分励志了 有不少人说赵丽颖是麻雀变凤凰 但这都与她出道多年一直认真拍戏分不开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说的应该就是赵丽颖 从环珠格格到陆珍传奇 从花千古到知否知否 赵丽颖给我们塑造了许多竞典角色 如今在娱乐圈赚的盆满锅满的银宝的豪宅自然不简单 之前她曾透过站在家里阳台上的照片 和东方明珠锦衣江之隔 外滩的房价有多高 相信不用说大家也知道 而赵丽颖在北京的家更加豪华 银宝的家位于朝阳区泰河北京院子的别墅区 该小区有着北京十大豪宅区的称号 单价近11万美瓶 据说赵丽颖的房子当时花了8000多万 北京院子所处的孙河板块 更是被定位为世界城市标杆极低密住区 每一栋别墅都带有园林设计 因此周边环境极好 看完银宝的豪宅后只能说 姐妹们加油搞钱最重要 呢 为什么不注意